哈利路亞,奉主耶穌聖明開始今晚的晚間聚會 感謝主的恩典,讓小弟有機會可以在這裡再一次和各位弟兄姊妹 來一起分享在這一段的疫情生活過程當中 小弟在信仰上面的一些感觸和感動 那麼透過這一年伴來全球疫情的一個演變和發展 小弟要來談今晚的這個主題 患難中的盼望 那回想起2020年初,也就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在對面的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新型的新冠肺炎病毒 那起初呢,大部分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 都沒有意識到這個病毒可能帶來的災難跟可怕 那唯獨當時候啊,就只有我們台灣 在一發現對岸出現了病毒的時候啊 我們的政府啊,就立刻做了非常嚴謹的反泛措施 那因此啊,當這個病毒從中國這個地方來擴散到整個全世界的各個國家的時候啊 唯獨我們台灣在當時依舊是完好如初 沒有受到這個病毒的影響太過嚴重 那小弟還記得當時候在疫情剛發生的時候啊 曾經打開過新聞 那就看到新聞上面啊,有一些歐美的國家啊 他們明明疫情啊,都已經在國內爆發啦 那但是呢,還是有一些民眾呢 他們直接就躺在廣場上面 脫下他們的口罩 那舉著布條來抗議說 我們要有不戴口罩的自由 政府啊,來強迫我們人民 戴口罩是在剝奪我們的權利 那甚至啊,當時候的國外也有總統啊 在社群媒體上面來發表說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比這個流感啊,還要低很多很多 所以它是一個小小的感冒而已 微不足道 一下子就好啦 我們不需要懼怕它 於是啊,因為這樣子的輕忽 因為這樣的情勢啊 所以就造成了整個病毒 在西方的歐美國家就這樣蔓延開來了 那甚至呢,還造成了上萬人的人命的犧牲 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因此而停滯 許多人啊,沒有辦法工作 沒有辦法生活賺錢 甚至啊,這個病毒啊 還更進一步在演化出了一個 變種的更強的病毒出來啊 但是啊,我們看到當時候我們台灣啊 因為有一開始就有做好即時的警戒跟防範 所以人民啊,都戴上了口罩 並且啊,遵守當時候政府的各樣宣導 來減少群聚 所以可以讓我們可以免去 第一波溫力的災難 過著非常安心舒適的生活 那這是因為啊,我們的神 是給我們當時候政府有這樣的智慧 能夠在第一個時間就警醒預備 做好了準備來防範這個病毒 那漸漸的啊,我們看到啊 隨著這個時間過去 疫情一直在持續 民眾可能就漸漸的 開始會有點忍受不了 哇,這樣子很緊繃的一個疫情的 不太舒服、不太自由的生活啊 所以造成啊,有一些可能從國外回台灣的民眾 他們因為忍受不了這個長時間要連續隔離14天的生活 因為沒有辦法遵照這個規定啊 就不小心違反規定到處跑、到處旅遊 那造成這個國外帶進來的病毒 就在我們國內本土疫情就這樣爆發 因為啊,民眾沒有辦法忍受隔離的生活 那違反了規定來造成疫情擴散 但是之後呢,我們又看到了 當本土的疫情啊,一旦爆發 我們大家、民眾就瞬間都嚇到 就感到很緊張 那當時候政府啊,也升高到了三級警戒 後來,因為大家呢 因為有這樣的危機意識 民眾呢,我們台灣人呢 自主的提高了這樣的防疫 那開始啊,學習一件事啊 就是要學習忍耐啊,忍受啊 不群聚啊,不社交啊,不出遊啊 要忍受可以長時間 待在家裡居家防疫的生活啊 包括我們現在啊,在家裡面看直播聚會啊 所以最近我們可以看到啊,整個疫情啊 漸漸的受到了控制 那確診的人數呢,也逐漸的慢慢的來減少啊 這是因為啊,神釋給了我們人民有智慧啊 在這個本土疫情一爆發的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做好了警醒的預備啊 知道啊,要學習忍耐 待在家裡面做居家防疫的自主生活啊 所以現在的我們啊,就 因為疫情啊,一旦控制下來了 我們就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這一個階段啊,就是要耐心的等候 要能夠等候這一次整個疫情能夠被完全壓制下來 甚至可以離開我們人類生活的生活圈之後 讓我們可以重新的回復正常的生活 以往的生活 所以啊,警醒預備 第二個,學習忍耐啊 那第三個,耐心等候啊 是我們在面對這一場文理的三個重要課題 那小弟今晚就想要用這三個課題啊 來談我們防疫期間啊 在這一些非常緊繃的生活當中 非常無聊的生活當中 要如何學習來操練我們的信仰 那首先,第一樣就是要警醒預備 警醒預備我們來看 彼得前書的第四章第七節 彼得前書第四章第七節 彼得前書第四章第七節 萬物的結局進了 所以你們要謹慎自首 謹醒禱告 這裡的謹醒預備啊 小弟覺得啊 我們可以學習的是謹醒禱告 回想一個多月前的安息日中午 剛好是政府來實施 下達說要開始進行三級警戒 那當時候就禁止了所有的宗教的禮拜活動 所以造成啊 我們當天下午的安息日聚會就立刻被取消了 但是感謝神我們真耶穌教會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啊 就立刻啟用了線上直播的聚會 所以讓我們雖然當時候 因為瞬間突然三級警戒 無法來到教會聚會 但我們仍然能夠在家裡面 持續的來收看直播聚會 來在家裡面敬拜神 來領受神的道理 那後來啊 在這一段的三級警戒的 疫情生活期間啊 這樣持續的在家收看直播聚會啊 那一邊看啊 小弟就慢慢有一個很深的感觸 可能蠻多的信徒啊 可能也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啦 就是說 通常我們住的離教會越近的人 好像在聚會的時候 反而稍微會比較容易遲到 反而會比較懶惰一點 但是有時候住的比較遠的弟兄姊妹 反而在聚會的時候 會比較準時 可能因為住的比較遠 聚會比較不容易 所以會比較珍惜每一次來聚會 對那當然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會這樣 那小弟自己感覺自己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那隨著在家裡面可以直播聚會 就發現啊 聚會好像又比之前來教會還要更容易了 因為看直播聚會 我們連出門都不用啊 那有時候 禮拜六早上睡到時間快到的時候 起床 服裝儀容可能簡單的整理一下 也不用需要化妝打扮的太過仔細 所以一打開電腦啊 手機一打開 就能夠馬上連上網來參加聚會啊 所以就發現啊 這個疫情啊 讓我們要參加聚會更加的容易 小弟自己就發現啊 這樣的直播聚會的關係啊 小弟自己對聚會好像就有一點開始懶散了一些 因為啊 小弟又剛好是一個人自己住 待在宿舍聚會的時候啊 就更容易分心啊 旁邊沒有人在注意你啊 所以你在幹嘛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發現自己在參加聚會的時候 就開始會有一些東摸一下啦 西摸一下 那甚至有時候不小心手機拿起來就滑了一下 那晚間聚會 有時候可能又不小心拖了很晚才要上線聚會 甚至啊跟著禱告一下 禱告完之後啊 時間差不多啦 最重要要記得上群組裡面做完點名 統計人數 看是1加0或是要0加1這樣 那怕太長都沒有上線聚會 又不太好意思 所以要記得要上線 點名統計一下人數 好像讓自己啊 感覺比較有一點參與的感覺 好像還有在持續跟大家一起聚會的感覺 所以啊 就發現啊 這個長時間啊 在家看直播聚會 太輕鬆啊 所以就越來越容易分心 所以就覺得這樣好像有一點不太虔誠 又常常聚會又會稍微偷懶一下 所以就開始啊 在禱告的時候 開始自我反省一下 啊 神啊 這樣感覺好像不是很好的現象啊 這是有點糟糕的狀況啊 應該要給自己警惕 要給自己做一下反省啊 聚會容易分心啊 又不虔誠啊 這個一定要好好地做一下檢討 那之後的一段時間 小弟又開始突然間有一個想法 在小弟就在想啊 為什麼神啊 會來安排這一場文疫 這一場疫情 這個病毒 我們從小到大 從來沒有遇過 像這樣的文禮一樣 居然可以讓我們連到會堂裡面 來參加聚會都沒有辦法 只能夠在家裡面 線上看直播聚會 那神來安排這一場文禮 要給我們基督徒 什麼樣的一個警示 要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警示呢 這樣一場嚴重的瘟疫 讓整個世界的腳步 都好像瞬間停下來 很多的經濟活動都這樣停滯 我們平常一下班 一放假 想著要去哪裡玩 要規劃什麼樣的行程 要去哪裡吃東西 都沒有辦法 就像曾經有人這樣子說 這一場瘟疫 讓我人生中第一次發現 原來躺在床上 腦袋放空 兩眼無神 什麼事情都不做 就是對這個世界 對這個社會 最偉大的貢獻啊 所以小弟就這樣子想 那對我們基督徒來說 這樣一場的瘟疫 可以帶給我們基督徒 什麼樣的反思 我們基督徒可以透過這一場瘟疫 來學習到什麼樣的事情呢 我們再來看一段聖經 請翻開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節 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四十一節 四十一節總要謹心禱告 免得路人迷惑 你們心靈固然願意 肉體卻軟弱了 阿們 這裡的 就說到要謹心禱告 在三個禮拜前 我們林口社親團氣 當時候就決定了 我們要從七月開始 也要嘗試一下線上的直播聚會 那時候幹部們就決定說 因為我們器員很久沒有見面來聯絡感情了 所以第一堂課第一次聚會就讓我們器員來彼此分享 在這一段疫情防疫生活期間 大家的信仰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 因為這一場疫情有什麼樣的改變跟感觸 那你想要順便試試看線上聚會的效果如何 小弟當時自己在猜想 應該到時候聚會分享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都跟小弟一樣 因為覺得在家裡直播聚會容易分析 信仰會退步 所以會希望趕快可以恢復到會堂正常的聚會 後來就開始第一次團氣聚會分享了 分享之後 小弟一聽 哇 發現大家分享的內容 跟小弟心裡所想的好像不太一樣耶 有一些器員 他們覺得說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生活 因為在家裡看直播聚會 反而讓全家人都養成了一個聚會的習慣 因為有一些家人 他們因為平常工作比較勞累的關係 可能比較晚下班 可能工作比較操勞 所以他們比較不方便來參加晚間聚會 但反而因為這一次的疫情線上看直播非常方便 所以讓他們這些平常因為工作比較不方便參加聚會的人 因此可以常常參加晚間聚會 所以因為這一次的疫情生活 讓晚間聚會的習慣就這樣被養成了 甚至還有一些器員來分享說 直播聚會 讓他們全家人可以一起來參加每一場的晚間聚會 結束後還可以全家人一起同心來禱告 小弟聽完當下就明白了 哇 原來這場文藝啊 要給我們基督徒學習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要進行禱告 並且養成聚會的好習慣 趁著這一次的疫情生活 來養成讓全家人可以一同同心聚會 再一起同心禱告的習慣 因為疫情的關係讓我們世俗 忙碌的腳步都停下來 沒有太多外界的誘惑 我們待在家中啊 準時的來參加聚會 查經 禱告 來把握這一次的疫情生活 來養成一個好的聚會禱告的習慣 抓住神 讓我們的信仰可以因此而更加的進步成長 所以這一次疫情下的生活 第一個階段可以讓我們學習的一件事情 就是盡行禱告 並且養成聚會的習慣 來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因為三級警戒的防疫生活 讓我們沒有太多世俗的外物 沒有太多的娛樂還有誘惑 所以我們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時間 來專心追求信仰的進步 這個就是這一場瘟疫 讓我們可以學習到的第一個課題 來盡行禱告養成聚會的習慣 那第二樣事情 第二個課題 我們可以學習忍耐 我們來看一段情節 請看雅各書第一章 雅各書第一章第二節到第四節 雅各書第一章第二節到第四節 第二節 我的弟兄們 你們若在百般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煉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當成功 使你們成全完備 毫無缺欠 我們再來看第二段聖經 羅馬書第五章 羅馬書第五章第三節到第五節 羅馬書第五章第三節到第五節 第三節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示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交灌在我們心裡 阿們 這裡說到患難生忍耐 小弟想要分享的 可以學習的第二個課題 就是要學習忍耐 我們在這一次疫情可以看到 一開始第一波疫情不受影響的台灣 我們後來卻還是爆發了本土病毒的傳染 這是為什麼 是因為民眾可能沒有辦法忍耐 沒有辦法忍受過這樣防疫辛苦的生活 從國外回台灣的一些旅客或者是民眾 他們必須要來接受 這個連續十四天的自主隔離的生活 這十四天的時間 他們只能夠待在一個小房間 不能到處去旅遊 不能夠到處去找朋友 不能夠來參加一些社交的活動 那有什麼好吃的美食啊 觀光的景點啊 他們都沒有辦法去跑 他們的三餐伙食啊 可能也沒有太多的變化 生活非常的枯燥乏味 少了非常多的娛樂 那想想這連續十四天 要關在一個房間裡面 過這樣子很不太自由的生活 說起來 他們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精神上的考驗 所以有的人啊 他們可能就撐不住了 破壞了這個規定 就開始啊 時間未到 就到 就擅自離開家 四處去旅遊 那把國外的病毒來帶進來國內 造成啊 整個疫情的傳播 那小弟自己認為啊 我們基督徒 生在這個世間啊 我們對神的信心 就好比這一次的疫情爆發一樣 這個世間有非常多吸引人的事物 有一些可能會讓我們沉迷在裡面 有一些呢 可能會讓我們漸漸的遠離神 那甚至會離開我們的信仰 所以在這個世間 面對許多的誘惑物質的享受 我們不單單是要能夠來警醒啊 常常的禱告 要常常的聚會做靈修 更重要的啊 我們要能夠學習忍耐啊 在這一次的 那這一次的瘟疫疫情生活 三級警戒的 一個非常不太自由的生活 一個枯燥乏味的生活 正好可以讓我們來學習忍耐這個課題 在旧約聖經當中 摩西帶領以色列選民出埃及地 我們如果從Google地圖上來查看 從這個埃及一路走 走到迦南地啊 其實不用一個禮拜的時間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聖經裡面 以色列選民 他們卻整整守在曠野地 繞了一大圈 走了整整四十年最後 才進入到這個迦南地 這是因為啊 神要藉由在曠野地的生活 來操練百姓的心智跟他們的信心 待在曠野地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辛苦 非常非常的難熬 所以百姓需要操練的一個課題 就是要學會忍耐 因為在曠野的生活 是非常的單調 非常的無趣 非常的很難過日子啊 但是啊 相對的在曠野這個地方 因為什麼東西都沒有 在一個什麼東西都沒有的環境下生活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太多的誘惑 你也不會有太多的娛樂 這樣的環境啊 反而可以讓以色列百姓 來全心的仰望敬拜神 在羅馬書第十二章的第十二節這裡說到 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橫切 我們疫情下的生活 長時間來待在家裡面 非常的無聊 也會很煩悶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忍耐這樣子的生活 常常出門到處去玩樂啦 參加各種活動 好友群聚 那就有可能呢 會有多一個風險 感染病毒的風險 但是相對的 如果我們可以學習忍耐 長時間來待在家中 減少外出 因此就可以來阻斷這個病毒傳播的途徑 來免去這個瘟疫的威脅 那除此之外啊 趁著這一次三級警戒疫情的生活啊 我們沒有太多世俗的雜事 沒有太多的誘惑 我們可以來把握這次的機會啊 沒有什麼煩惱 就好好的休息 藉這一次的機會 多多參加聚會 多多禱告 來追求一個更屬靈的生活 讓我們的信仰可以更進步 這是我們第二個階段 在這一次疫情生活中 可以學習的一個課題 就是要忍耐 那麼第三個 我們可以學習的課題 就是要耐心的等候 我們請翻開詩篇的二十五篇第三節 詩篇二十五篇第三節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唯有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愧 我們再看以賽亞書四十章三十一節 以賽亞書四十章三十一節 以賽亞書四十章三十一節 三十一節 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利 他們必如因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那這一段的經節啊 說到要耐心等候 耐心等候就是要等候耶和華 要耐心的等候耶和華真神 我們進行禱告來聚會 並且啊學習忍耐 那最後一步 就是要能夠耐心的等候 耐心等候就是要來等候神的旨意跟安排 就是要仰望神 就是要仰望神 把神放在最優先 凡事聽從神的安排 我們可以來看一個旧約人物 請翻開創世紀第八章 創世紀第八章的十五到十六節 十五節 神對挪亞說 你和你的妻子 兒子 兒父 都可以出方舟 他們 他們 舊約聖經當中 創世紀 神降下了洪水 要毀滅世人 除了挪亞的一家人以外 那挪亞一家人 在方舟裡面整整住了一年的時間 他們都沒有下船 對挪亞一家人來說 他們就是在學習忍耐這個課題 在船上的生活 想必比我們現在疫情的居家生活 還要更加單調 令人煩躁 他們等待洪水退去以後 還要再等候整個地面都乾了 最後再等到神來跟挪亞說 你們可以下方舟了 他們才能夠下方舟回到地面上 來恢復從前的生活 而這整整的一年 挪亞一家人就好像是 在這個苦難中 學習忍耐的感覺一樣 然後再靜靜地 來等候神的旨意安排 等候神要什麼時候 才可以讓他們 來重新回到地面上生活 所以挪亞一家人 他們可以得救 就是因為他們敬愛神 因為敬愛神 所以他們不論再怎麼樣難熬 再怎麼樣辛苦的環境 再怎樣難過的生活 他們一樣都可以安穩地來 來待在這個船上 靜靜地等候神的旨意安排 來等待這個洪水完全地退去 之後才下方舟 我們再來看九月聖經的第二個人物 請看薩摩爾記上十三章 薩摩爾記上十三章 第八節到第九節 薩摩爾記上十三章 第八節 薩摩爾照著薩摩爾所定的日期 等了七日 薩摩爾還沒有來到吉甲 百姓也離開薩摩爾上去了 薩摩爾說 把凡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裡來 薩摩爾就獻上凡祭 阿們 這一段經節是在記載 以色列百姓本來要準備要攻打這個菲利斯人 那本來啊 正常是要先等候先知薩摩爾來到 由先知薩摩爾來獻祭 將這場戰爭的勝敗來交托給神來安排 由神來帶領百姓來戰勝仇敵 但是啊 薩摩他因為按捺不住 沒有辦法來等候薩摩爾到來 他就擅自地來獻了這個凡祭 所以就違反了神的誡命 得罪了神 於是神就來離開了薩摩爾 魔鬼就進入了薩摩爾的心中啊 因為等候先知薩摩爾來獻凡祭給神啊 其實就是在等候神的旨意安排 讓神來帶領這場戰爭 將這場戰爭交托給神 但是薩摩爾他按捺不住啊 他等不到薩摩爾來 就擅自違反了戒命來獻凡祭 這就代表著在薩摩爾的心中啊 他並沒有把神的旨意放在第一優先 他沒有全然地將這場戰爭的勝敗來交托給神 他沒有靠著神的能力來戰勝仇敵 而是憑著薩摩爾自己的意識 他自己認為啊 靠著他自己的判斷 跟他的領導能力 就可以來帶領以色列選民來戰勝仇敵 既然薩摩爾不把這個神的能力來放在眼裡 那神自然就離棄了薩摩爾 所以薩摩爾就被神給撇棄了 所以在這一次的疫情生活當中啊 我們不曉得啊 這個疫情啊 會持續到什麼時候才來結束 但我們深信 這一次的溫力 會有神他美好的旨意安排 因為如果不是神的允許 這場溫力是沒有辦法來臨到這個世界 造成這麼大的災難 所以我們只要靜靜地來等候神的旨意安排 將一切交托給神 最後啊 信心經過淬煉才能夠更加的堅固 這一次的溫力 我們靠著神就可以不懼怕 反而啊 我們還可以更加來把握這次疫情生活的機會啊 來養成一個禱告和聚會的習慣 並且啊 透過這個長時間居家的生活啊 因為生活過得很不自在啊 透過這樣的生活啊 來學習忍耐這個課題啊 那最後啊 我們要靜靜地來等候神的旨意安排 因為任何的病痛啊 任何的瘟疫的發生 都是在神的眼目允許之下才能夠發生 如果沒有神的允許這些苦難這些瘟疫 是沒有辦法來臨到我們身上的 所以我們只要持續地仰望神來靜靜等候神的安排 來度過這一次的瘟疫 我們掌災 最後我們馬上就一起倡超會 最後我們要來唱戰